跟着音乐扭腰百屯 在泡泡队中热舞 比金铭正妹超级嗨 不过肯丁泡泡啪的中头戏 是这个 肯丁爆炮音乐节 从2012年开始举办 当时话题十足 吸引6000多人次参与 2014年更是达到高峰 超过1.6万人次 但随着肯丁观光寒冬 去年不到5000人 业者亏损将近300万 只好宣布今年不再肯丁办了 为了推动港督观光 不只邀春纳到高雄 观光局长潘恒旭 更力邀泡泡啪的主办单位 到高雄主办 蛮受宠若惊的啦 就是说 当然到其他城市去举办 是我们在评估要停办 之后的一个想法 新人喜欢的音乐盛会 或者是运动在世 我们都会集体争取 我们要把高雄打造成一个 青年人还有年轻人喜欢的娱乐之都 今年泡泡啪仪式高耸 预计在暑假期间 为期两天耗资1000万元以上 而且还有新梗 走来国外知名艺人 以及增扎滑水道设施 举办地点 业者考虑两大选择 就是有夕阳美景的西子湾 或是在旗津主办 旗津除了免税区之外 他会是整个高雄市将来最重要最重要一个 快乐的天堂 韩规曾经提到要将旗津打造成快乐天堂 力推观光引进春娜泡泡啪 港独的人潮与前潮真的越来越多 记者李梦昌两位于台北 采访报道